什么是八卦?为何《易经》中的八个符号能代表世间万物,还能预知过去和未来?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算命用的八卦是怎么来的? 中国古人一直在思考,宇宙以及世界是如何产生的 他们一直在试图,用他们的方式,去解释宇宙运行的规律 古人认为我们现在的世界,永远分为阴和阳两个方面 阴和阳永远是相对的 假如你的头是阳那你的脚就是阴,左手是阳右手就是阴 就是说世间万物都有阴和阳,并且永远是相伴而生 这幅图解释了,一个事物是一分为二 阴与阳永远处于不断运动当中,不断在发生力量的转化 阴气到了顶点,阳气就会出现 反之亦然,古人经过对阴和阳的总结归纳 可以解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就是说懂阴阳,则可以知运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算卦 阴和阳诞生之前,世界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 名为无极,没有上下前后左右里外 只是一个点,山河大地本是微尘,你我是尘中的尘 其实原理都是从这个点来的 所以说,如果所有事情的起点是一样的 然后运行的轨迹,能够被推算出来 再加上时间的变化 那我们就可以测算出,未来某件事会如何发展 有什么样的结果 某个人会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 这就是算命的道理 其实算命并不神秘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不断远离最初始的那个顶 可远离的轨迹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世间任何事物都在变化当中 可变化总要有迹可循 这种轨迹是什么呢 古人通过算卦之吉凶测运势,也是有法则的 万事万物都在道当中 每个事物都有它的道 因此万物运行的轨迹就是道 如此说来,起点与轨迹都有了 那么再算上时间这个变量 能够算出未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了时间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光有阴阳明显还不够 阴阳还要相互融合 眼生万物 也就是道德经中常说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 太极生两仪 天地间有了阴阳 因为阴有阳,阳里有阴 故而两仪生四象 有了太阳少阴,少阳太阴 继而四象生八卦 有了前阴离阵训砍更坤 用一条实线代表阳 用一条虚线代表阴 也叫阳阳和阴阳 由三个阳 组成的卦就叫八卦 也就是最基本的卦 对应它们三个阳 根据形状 还有一套便于记忆的口诀 前三连坤六段 阵阳于更复晚 离中虚砍中满 对上缺训下断 前三连前卦 就是三条横线 坤六段 就是把前卦三条 横向从中间竖着砍一刀 断成了六半 阵卦看上去很像 一个开着口的容器 因此阵阳于 更卦很像 倒扣着的碗 所以可记忆为更复晚 而龙起像的小山的样子 就是更卦了 中间的横线断开始离卦 故为离中虚 坦卦两边断台 中间的横线不能断 是位砍中满 对上缺 因为对卦最上面的横线 是有缺口的 逊下断 最下面的横线断掉的 就是逊卦了 万物的模样 世间万物皆有其像 八卦就是把世间 能看到的所有像 分类归纳了起来 八卦最开始代表的是 自然界中的八种现象 前为天对为泽 鼻为火震为雷 迅为风坎为水 更为山坤为壁 除了本像 八个卦还分别代表 其他类型的像 而这些像 都是通过取类笔像的 思维扩展而来的 那么卦是怎么用来 占卜过去和未来呢 说到占卜过去和未来 这就要说到卦的排列了 八卦还有先天卦和后天卦之分 先天卦是圆的 没有方位 它的排列根据一经来的 天地定位 山则通气 雷锋相薄 水火不相射 先天八卦术 为前一对二离三正四 迅五砍六更七坤八 先天卦代表世界原本的样子 它内部没有任何运动 代表混沌 没上没下没左 没有没里没外 是一种理想模型 先天八卦完美平衡 内部能量相互抵消 非常稳又非常对称 所以一般来说 在风水上 先天八卦并不怎么实用 可以用它来看看以前的事情 也就是说 先天八卦测算过去 后天八卦算的才是未来 现实生活中 所谓的看风水 一般看的都是未来如何 人们更多关心的是眼下 以及不远的将来 所以用到的都是后天八卦 那么先天卦 怎么变为后天卦呢 后天八卦 是在先天卦的基础上 除了离坎根卦不变 其余按照正无穷的顺序 西方的说法叫 莫比乌斯环 从正卦开始 顺时针一次往下挪一个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 八卦图中的方位 和我们现实中的方位 是刚好相反的 也就是上南下北 左东右西 更在东北 人生下来 后天八卦 可以说是万事万物 生成之后的状态 因为内部不像先天卦 那样平衡稳定 所以后天卦会有周期循环 如水流行 并且是回不到 先天卦的那种初始状态 因此逆天而行 曾是古人的一种追求 像长生不老 甚至活回去越活越年轻 都是追求从后天 再回到先天的状态的一种过程 现在的各种修仙小说 以及仙侠影视剧 那些修行者或者神仙 就是逆天而行的结果 说到这里 也就明白了古人研究出八卦 就是为了找到世界运行的规律 然后把握这种规律 也可以称之为窥探天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对于八卦你了解了多少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 想要看更新的朋友 一定要点赞支持关注一下 点赞越多后续内容更新越快 咱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